為了讓大家已經了解 本年政府在空氣品質管理這幾年的性格 今天看補教基板記者會 向民眾分享空氣無量風地的性格 無論是流水桶、紅皮疙瘦風地 到英立地肥電動機車頂頂 希望借了一連船的空氣管理 向民眾有數時的生活環境 原件的系統心情 我們透過AI的分析 我們會找出來說它的一個 在台北上上市的公圖這幾年來 為了改善空氣品質做了什麼樣的工作 就是要讓鄉親知道 分寧關的空氣已經到達有好的結果 今天環保局全開記者會 要來向民眾分享目前所做的性格 無論是流水桶、紅皮疙瘦風地 那些是高雷民眾換成電動機車頂頂 這些部分都有不錯的信號 我們的鍋爐太多換心 我們的鍋水是六度以外的 其他縣是第一個引進的 而且我們通過自治條例 也超過應該是全國第四位通過的 郭稀爾的自治條例的部分 再來是說我們桌水系羊產 從106年59天 降低到去年的109天 只要減少了50天的糧塵的發生 我們在我們機車的 它就換新的部分 持續在推動 所以說我們鼓勵民眾 申請那個 那個申請那個機車的補助 因為推動國行的關節措施 並且落實空氣污減的減量 現在讓官府在幾年參加 環保守空氣品質 以及改善平比當中 在到全國的優的信息 甚至我們今年度獲得中央 在空氣品質提升進化當中 我們屬於特優的縣市 所以我利用這個機會 跟鄉親來報告 甚至我們在整個 無論是固定污染源 移動污染源 或是液膳污染源 我們也推動很多的政策 我想這些也要讓我們鄉親知道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的這些努力 包括水覆蓋 濾覆蓋 這樣的一個比例能夠提升 所以我想在在顯示 我們針對空氣品質淨化 做了很多很多的這些推動方案 針對未來的空氣品質 關乎有的氣息加強 各方面的管理 希望讓大家可以 塑造一口新鮮的空氣 搭著優質的生活環境 記者 立委地藏報告 謝謝老師 要小心 請問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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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says